我发誓不是广告 是广告的话 我这次再也见不到广告 今天绝对下饭 老饭骨香辣鱼肉酱 云南酸茄辣子酱 蕾辣椒皮蛋酱 贵蜜圈广式辣肠酱 母亲牛肉酱 咖喱味 穿娃子烧焦酱 重景香菇酱 秘制小龙虾酱 不但农家剁椒螺丝肉酱 我真的是为了让你们下饭操碎的心 没事你操碎的心 但是你拥有了一身肉啊 说得跟你没胖一样 反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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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反弹 句号你不能再说了 来第一个 老饭骨香辣鱼肉酱 闻着不行 有种腌制小鱼干的味道 还挺香的 吃起来就是鱼干的口感 但是没有什么鱼味 更多的是黄豆酱的味道 这里要不要写的是雍鱼肉 雍鱼是什么鱼啊 我的妈呀你这 不要太多 就有点多了 它的口感和我想象的稍微有些出入 比较油润并不是很辣 颗粒一样的鱼肉干很有嚼劲 空口吃的话 咸香盖过了鱼肉的鲜 但是拌饭恰到好处 配个馒头应该更香 2.8分吧 下一个 云南酸茄的辣酱 云南酸茄辣子酱 云南酸茄辣子酱 我在拆开之前都以为是茄子 结果居然是番茄的茄 这看着不是很有食欲 有一股酸酸的烧糊的味道 入口就是一股很强烈的酸味 很辣舌头 它不是烧糊的味道 是有一股烟熏味 我知道了 这和我之前吃过的一些军粮罐头味道很相似 之前那些意大利俄罗斯傻的那些干酱 几乎一样 无意冒犯 这个可能不是我的口味 喜欢酸辣 炎熏口的可以尝试一下 拌面也许更好吃 大概2点4分吧 接着下一个 蕾辣椒皮蛋酱 这好小一个 有人爱吃皮蛋吗 里面很多油 闻着还有股茄子的味道 好吃的 这好好吃啊 买回家饭饭吃 诶 怎么回事啊 咱们一定拿出了 哇 这个是目前吃到最好吃的 没错 这个就是油焖茄子和香菇酱结合的味道 不厚咸 微辣 特别的香 谁没有吃过这个酱 我真的会伤心 我也会伤心的 虽然吃的和皮蛋没什么太大关系 但是给我很恨的买 不达3.5分 高分 好 兴致来了 下一个 贵蜜圈广式辣肠酱 广式辣肠爱好者在哪里 闻不出辣肠味 豆豉味很重 但是隐约还有股很鲜的味道 你看这个 这个是辣肠 对啊 那个小的辣肠 我以为是花生米 这太多了吧 快一快尝一 快尝一 这个手已经 好好好 给你 谢谢 啊 再来点再来点 甚至这个肠有很多 妈呀 这一看就很香 入口就是一股十分油润的感觉 别看这个辣肠小 但是一点都不干 有的时候还在爆吃 豆豉是香辣的 辣肠是咸甜的 这能不好吃 这个我要打3.6分 它是史上最高分 我发誓不是广告 试广告的话 我认识再也见不到广告 买它 下一个是什么 母亲咖喱牛肉酱 老牌子了 是因为加了牛肉 所以咖喱颜色不明显吗 那不是因为这个 它是从里到外的 这就是咖喱加辣酱的味道 结合的很自然不生硬 稍微有些油 比起中式的咖喱 多了一些后劲 更偏东南亚的口感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就是牛肉颗粒比较少 在我这里也勉强可以打3分 来来 下一个 听说这个川娃的烧焦茄 最好吃 我觉得这是我目前 吃到最辣的一个 入口还是一股蔬菜的味道 甚至很清新 虽然辣味弥漫了整个口腔 但是最奇妙的是 它很温和 温和的贼辣的辣椒 你们能想象吗 别看它油多 它是出乎意料的很解腻 2.99分 小小的打个分 重景香菇酱 这不用多说了吧 半饭酱的神 香菇老干妈 这算太好吃了 其他几个 其实多少都会偏咸 但是这个不咸 就是那种油香油香的 只有咬到香菇 才能吃到咸味 香菇很有嚼劲 很感觉 如果说其他的是入口经验 那这个必然是回味无穷了 不愧是你 3.5分 不能再少了 最后还剩一个 剁椒螺丝肉和小龙虾酱 何理由的也不能缺席 这也特香了 纯纯剁椒鱼头的味道 这个略微有点腥 但是有虾黄味 我觉得你从爱好者又来了 快点吃快点吃 没饭了 没饭了 不可能 我们吃了太多饭了吧 怎么可能没有 都办一下 这两个都很咸啊 感觉螺丝肉和小龙虾肉 都是被淹淹过的 小龙虾的还好吃点 剁椒的实在太咸太辣了 我个人不是很能接受 龙虾肉虽然闻着腥 但是吃起来不觉得 而且肉也不是那种 不新鲜的口感 小龙虾五打2.7分 剁椒螺丝肉2.4 终于 今日粉饭饭酱也吃完了 让我看看谁看到了一半 打开了某橙色软件 信口开发 全网最下方的美食测评网绿